如果我也爱你 就是这么简单 舞台部落族人齐聚活动中心 尽情透过时隔高唱 来表达对叶敏讯医师 无私奉献的感谢 他说怎么样让这部车 可以提升他的价值 可以让我们的长者更安全 当时他又捐赠了 那个服饰那部车 讲述叶医师从议诊服务 协助多项公共设施建设 载到交通车的捐助 都让乡亲感动不已 而近期由于部落内 两间教会的交通车车 零都超过15年已不堪使用 为了族人传福音的行车安全 叶医师再次自掏腰包 各捐赠一台交通车 我就是有走到哪边 看到哪里有需要 也许有危险 什么的 我可以做的 就是看到有这个需要吧 对然后当然也要看自己的 自己的时间啊能力啊 然后有钱就出钱 有力就出力这样子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叶医师在武坛部落职业超过20年 平时除了守护在地族人的健康 热心工艺的他对部落公共设施设备 意识出钱出力 然后此次为教会填狗新车 也可以让教会午后顾之忧的 透过安全的交通车继续传福音 今天很高兴我们武坛部落 受到我们叶医师的所赠送的两部福音车 所以在我们部落里面一个传统的一个朋友进来 我们都要取个三地名字 我们部落的名字 我们给叶医师取个叫星星一段 由叶医师士病如亲 以及对部落的付出 武坛部落族人也特别帮他起了一个族名来感谢他 希望未来叶医师依旧如夜空中最闪耀的星星 照耀并守护着部落 记者不一听方家龙采访报道